嗨 大家好 我是小小家 今天這個是一個新的單元 我一直想要做的東西 代購 為什麼呢 因為上次去了一趟日本後 就發現既然去日本玩 我就想說以代購的形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的潮流 日本的一些可能摩托用品 一些我自己喜歡一些有興趣的東西 順便把我們旅遊的東西置入進來 因為之前拍旅遊的影片 實在是觀看沒有很好 主要呢也是希望可以經營一下我自己的賣場 這次呢我們去了三個牌子 包含了第一群像是 Supreme App跟Human Made 第一個呢是Human Made Human Made其實上次第一趟去的時候就有買 那那個時候因為短袖比較多 這次又去了一趟 但發現這次的短袖比較少 都是長袖為主 我不曉得是因為賣光了還是怎麼樣 衣服的部分這次我沒有買 我就是主供一些比較可愛的小東西 例如是這兩個包包 第一個是這一個 它就是一個最近應該在台灣也還蠻紅的一個袋子 它的size比較是中等 它還有一個更小的 但那時候我要買的時候 店員就跟我講說 你買那個小的不如買這個裝的 它可能覺得比較好裝吧 比較實用 也在差不多這麼大 然後它有一個背帶 像是一個小包包這樣背著 很可愛前面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一個愛心 這個是就透明的一個小包包 我記得最近在台灣的代購 我看到還蠻多人在帶的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回來 再來第二個它就更大 它這個 這應該可以裝筆電吧 我覺得14吋的 13吋14吋的 它的話呢其實價格跟這個小的一樣 然後跟更小的那個也一樣 所以那個店員才會跟我講說 你可以 大概這兩款比較大的 它可能覺得 CP值比較高比較實裝 這個我也覺得也很可愛 還蠻有質感的 它跟前一款一樣 後面都是一個 他們這個大LOGO在上面 然後前面就是這樣子 一個透明的袋子 如果你不裝 電腦的話 你也可以都要一系列別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裝電腦好像 但是它比較薄 它就是 可能沒有像一般的電腦包 都沒有保護 但是就是一個 超 小超 那這兩個的價格呢 大概是4000塊一個 換算成台幣的話 大概是接近1000塊 我覺得我應該就賣個 1500 1800 吧 應該賣得掉吧 如果你們真的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歡迎到 我的賣場 幫我訂閱一下 可以看看裡面有什麼貨 HUMAN MADE的東西 我這次買的不多 我好像只有買這兩樣而已 那第二個牌子呢 是APP 喔APP的店比較大 我HUMAN MADE跟APP 應該都是在色谷 HUMAN MADE它的店比較小間 因為HUMAN MADE它是在 TACO裡面 它在一樓 然後它就是一個比較小的店面 可是 APP的話它在色谷 它是一般賣店的 然後真的還蠻好逛的 一走進去超 所以它是一個 鏤空的階梯 然後階梯下面是他們的鞋子 喔 帥 這次我在APP買了什麼呢 先講這兩件 這兩件有點算是 東京限定 還是色谷限定 我忘了 反正那時候 店員有跟我們講說 比較特別的款式就是 這兩件 然後這件的話呢 它是東京 限定的 它上面就寫一個 TOKYO 然後後面的話呢 是 黑的 這兩件後面都是黑的 TOKYO這件是 XL的 然後另外這件 這件我 我忘了是不是色谷限定 還是東京限定 反正 也是限定 它這兩個其實長得還蠻像 就是 前面是一個 大的人員的LOGO 上面是他們的紙 然後背後就是 全黑的 只是 這件的話是L 然後這件的話是 XL 第三件的話呢 我買的是這個 水藍色的 因為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比較基本款 小LOGO在這個 胸口前面 這件的話我買的是這種 水藍色 淡藍色 現場看真的超美 因為我記得這個系列它應該 有幾個顏色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選一個不一樣 因為前兩件都是黑的 所以我這邊呢 就選了一件這個 水藍色的 它的尺寸也是L 那一件是多少錢呢 日本的定價一件是 八千 就是三件都一樣 都是八千塊 所以我就賣個 兩千五 如果是你們喜歡的款式 然後是 你們的尺寸的話 你們也可以趕快 趕快到賣場過來嘛 AP這次我有買一些小物 我覺得 非常的可愛 像第一個是這個 LIDAR 很可愛耶 而且很便宜耶 但是 我在海關的時候 就被充公了一個 所以另外一個是這個 袋子 海關還不錯啊 還有把這個袋子防握 那後來因為我想說 只有一個的話 我就送我朋友了 所以 這個LIDAR的話 就沒有賣 還有另外一個小東西 其實我有點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好像是 AP跟 Marvel聯名的 一個小裝飾的東西 這個的話呢 我是買 一千塊錢 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賣個 四百或五百吧 反正小東西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它是有七款的樣式 然後後面有一些特別的樣式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買 看看你抽到是哪一款 下一間的話是 Supreme 啊 這個算是 夢幻的品牌 Supreme呢是 這整個裡面大概都單價最高的 當然因為它不是日本的品牌 所以 它的價格就在日本買會比較 比起其他牌的項目就貴一點 但 我覺得還是划算的 Supreme的店是在 元素 元素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沒有去的 因為上次我只有去澀谷 然後 這次我還要去元素 元素 非常的好購 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元素的店啊 走進去就是主要那條街嘛 裡面會有很多個 黑人 然後他們會拿很多潮牌的東西 跟你講說趕快去買 但是他們好像都是賣夾的貨 因為 我有看到像什麼 Drew啊 Off-White啊 他們就會 拿著這種 有點像看板 然後再入口 然後就是看到日本就說問你 你要不要去他的店購物這樣子 但是 聽我朋友講說 我覺得那邊都是賣夾貨 有點可怕 日本人 黑人真的有點可怕耶 我不是說八春蕾 我說日本黑人 為什麼呢 因為 像我有一天我有去 歌舞伎丁 歌舞伎丁就是帶著到深色彩虹 那時候就跟我朋友 我們去那邊 吃了一個飯 可是歌舞伎丁那間的 居酒屋 算是日式的居酒屋 很好吃 所以它 很復古 它是一間復古的店 它好像是昭和的年代 換算成台灣的年份 大概就是可能五六十年代的那種店 你看到那些復古的電視啊 然後那些電影的海報啊 會覺得說 非常非常有感覺 然後食物這樣一餐吃起來也不貴 一餐吃起來 大概就是 可能八百一千塊台幣 兩個人吃 然後我們點了很多 小串燒啊 然後喝杯 小酒啊 等等 真的非常讚 但是呢 出來以後就是歌舞伎丁外面 它一樣是 因為是深色的場合 所以會有很多 女生啊 然後就可能 拿著一個牌子 然後寫說 跟我們聊天 半小時多少錢啊 三千日圓啊 然後喝酒啊 多少錢 這樣就是 真的 有點像萬華那種 卡標的 但是 明目張膽的 因為萬華還會有一點遮掩嘛 然後他們那邊是明目張膽的 而且 他們都是可能是年輕的女生 然後穿著 學生的制服啊 隨手服啊 就是 一排一排 然後你就 快跟我去上摩尾 一個這樣看一看 但是呢 那邊有黑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邊就會有黑人 因為第一次我跟我朋友去 然後我們不是去吃飯嗎 路上 因為 我們兩個然後就走比較快去去去去 然後他就都沒有攔我們 那後來我朋友 就是 離開以後 我最好去我住宿的地方 我就又走回歌舞伎丁那個路上 就某一個黑人就過來跟我聊天 他講英文 因為我的英文就是聽得懂一點點 比起日文 我還要回他一個 Oh yes Oh no I don't need 之類的這種 然後他就公司我 今天就跟我講說 Bro 我一定要給你一個 刺激的夜晚 excited night 然後就開始跟你聊天說 我帶你去我的店 這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不曉得我就先跟著他走 我想說反正是在我要去的路上 然後他跟我講說 你也想不想要跟 日本女生玩啊 想不想要跟日本女生喝酒啊 什麼的等等的 我就快看到他的店以後 我就發覺不對勁 我就跟他講說 Sorry sorry說我不要我不要不要 然後他就態度有點變 他就說 Don't do some stupid things 之類的這種的 可是 我就往那電影稍微 看裡面根本不是日本的女生 是 有點像是 越南的 我就在門口 我就沒有要進去 喔 非常可怕 差一點我就出不來 所以 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回去又Google了一下說 歌舞伎丁的黑人的這個問題 好像會選黑人的原因是因為 黑人在那邊比較算是模糊地帶 覺得他們的國籍問題 還是什麼的問題 就是就算 他們如果跟客人發生什麼糾紛 事情也不會鬧得太大 因為他們不是日本人嗎 這次呢 Supreme有什麼貨呢 喔 很酷 而且Supreme的店很帥 他一樓是Niberhood 然後二樓是Supreme 但是Niberhood因為 他這次進的貨都比較素一點 然後再加上 我買到這一站已經沒錢了 但是我覺得下次可以去Niberhood看看 然後Supreme的店員呢 其實泰度沒有像其他兩間這麼親切 我自己覺得HumanMade的店員很親切 App的也可以 就是他們這 日本的店他們都 還蠻親切的 就是那個Supreme的店員 他就比較嚴肅一點點 他不太跟你講太多 可是他們的穿搭都還蠻帥的 除了這麼多 到底跳到什麼尺寸 第一件是這一個 這一件呢 他應該是跟 美式足球聯名的 然後後面他有寫一個Runi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一件呢 因為店員有穿 超帥 他這件的特色就是 他的這個紋路啊 穿在身上以後會很立體 他是有一個豹的感覺 然後你穿在身上 下面這個Logo啊 那個標是 再放在他嘴巴上 你會看到是豹的嘴巴 中間是給他們那個 Supreme的一個Logo 超級帥 而且這一件就是 就很美式的風格 然後再加上 這一隻這種球衣應該夏天 也比較涼 不管你是夏天要穿 然後冬天穿 我覺得都可以 這種嘻哈的風格 跟球衣的風格 是台灣 大家 比較喜歡 穿搭的 版型的話 這件是L 其實他的版型都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背後是一個超大隻的一個獅子 但是他又不會讓你覺得很搶眼 因為他本身是黑色 然後他就是用一點黑色跟紅色 去把那個圖形用出來 然後可能是搭配你裡面穿的衣服 然後去做一個漸層凸顯的感覺 非常帥 然後第二件是這一件 哇那時候我一看這一件在價錢上 我會覺得說 這件一定很屌要買 這件呢 他是前面穿起來 扣子扣起來是一個 Supreme 然後後面呢 有他相對設計一個花樣 喔這件真的非常的帥 而且這個顏色就是 白色跟藍色一個相當 夏天的一個顏色 這件很帥 然後這件的尺寸是S 因為他已經賣到 都沒有扣了 然後我就是 買到已經是剩下最後一件是S 但是 他S的其實也蠻大的 我覺得跟這件的 L差不多 但是這兩件真的單價就比較高 因為他買起來的話呢 兩萬多日元了 所以換上下來可能 也是大概五千多塊 所以這兩件會比較貴 這件又再更貴一點點 所以這件呢 我應該會開在 七千五 然後這一件的話 就便宜給五百塊 可能開在七千塊錢 這兩件 然後再來是一個 Supreme的小東西 這個呢 我覺得還蠻超值的 他是一個Supreme的夾子 三個夾子 然後上面寫Supreme 他真的賣不貴耶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才賣 五百多塊錢而已 所以這個我應該 會賣個一千一千二吧 原價快接近六百 我就賣個一千 但我覺得這個很超值耶 一千塊 然後你可以 買到 一個Supreme的禮物 這個你要送人 或是你要自己收藏的話 都還不錯 高貴不貴 非常可愛 所以這三個牌子呢 大概就是 這次我去以後 買的一些貨 雖然我不曉得是不是 你們喜歡的 但是至少是我自己喜歡的 你們有想要什麼 喜歡什麼的也可以留言 或是之後我可能可以做一個 連線的 喔 然後還有一些小東西 他就是玩具的盲盒 我覺得這很可愛 就是小隻的 所以我那就買了 那這一盒也不貴 我覺得 就一盒 我可能就賣個兩百塊錢 對 但是我不知道這台會有沒有 然後我抽到的是這隻 喔 可愛可愛 反正他就是長這樣子 一個 對 大隻的也不貴 因為我還沒研究玩具市場 這一塊 如果台灣有的話 你們就 就算了 那如果 台灣沒有的話 你們又想買的話 反正我一盒就 先買個兩百塊吧 那天我朋友就開到一個 特別款 他那個特別款好像 就比較值錢 他那隻可能就可以賣個 500還600 對 因為這一盒 我們買的時候好像是150 但我這隻就是一般版的 所以要 沒什麼錢 但是 我很喜歡 今天的代購就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下一集的話 我會做一個迪士尼的 因為這次我有去東京 迪士尼 然後也有買一些 40周年紀念的商品 那喜歡我的頻道呢 就歡迎幫我訂閱 分享 我的賣場 我的IG 也可以幫我們追蹤一下 如果你有喜歡這些東西 喔對了 還有一頂安全帽 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買了一頂 SHOY的Z-8 回來吃 算是M的 這頂也可以 因為這頂 唉 媽我還被騙錢 所以 拜託 真的 大家喜歡可以支持一下 就不要再 跟我講 你要開交貨便 然後什麼的 真的是 損失慘重 趕快 你們有喜歡的 趕快去購買吧 掰掰